女星米可白過去在兒童台 以葡萄姐姐一腳走紅 後來她開始轉型 超主持戲劇圈發展 竟然跟憑借牛車來去 拿下第58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女配角 日前她在社群晒出了和粉絲對話截圖 對方很羨慕米可白 總是展現自信美麗的模樣 而自己非常沒有自信 認為自己笑起來很難看 甚至開始害怕鏡頭 也不敢看跟別人的合照 對慈米可白坦言自己也有容貌焦慮症 因為她已經37歲了 站在20出頭的新人身邊 經常覺得自己比不過他們 聽到身邊的人告訴她 看起來有些老態疲倦感時 內心也會感到不安 不過她認為每個人有自己獨特的美 不需要和別人做比較 不論高矮胖瘦都會有人喜歡 而且再成功再完美的人 都會有焦慮的時候 安慰對方沒有不一樣 只是還沒找到愛自己的勇氣 暖心的回應獲得望我們狂讚 謝謝 手甲 小明星 兩個星期 你們都沒有 你自己做